這次金箔酒 很懲罰 這個就是一人欠購一瓶 就算下雨天 騎樓排隊人龍沒斷過 要搶的就是限量金箔酒 短短十幾公尺 就有近百人在排隊 其他門市 同樣也是大排長龍 隊伍延伸到看不到鏡頭 一早店才剛開 就有大群民眾來排隊 另一個角度看 人龍甚至排到巷口 要搶購的就是他 這一支金箔酒 將近是有三公升 如果加上包裝的話 有五公斤這麼重 但是跟一般尺寸的酒瓶來比較 將近是他的五倍這麼大 首賣KING SIZE金箔酒 是佔酒黑金龍 看起來更霸氣 基底是高樑 一瓶裡就有16.5毫克的純金箔 但單價高 一瓶要價六千八百八十八元 全台限量一萬兩千瓶 也因為是限量品增值空間大 專家預估轉賣能賣到近萬元 稀有金箔酒 部分門市不到一小時 就搶光光 所以很失望 因為這一支 不管送客戶或是什麼 都還蠻體面的 我不知道早上就賣完了 我不知道量那麼少 如果還可以再生產有這個量的話 當然是希望有啦 但我們還有個機會 九點開門 那我們大概八點就過來 這邊做一個前置的作業 然後我們過來的時候 現場排隊的人龍 就已經把我們 今天的配貨量都已經排滿了 等於是秒殺的狀態 對 然後有的甚至是 凌晨就來排隊了 金箔酒一年只賣一次 今年的Kingsize版本 已經銷售一空 藍色瓶蓋 酒紅色瓶身 台酒南投酒廠製造的 歐馬威士忌 傳統釀製加上金箏 過筒手法 不只在國內受歡迎 現在也紅到國外去 融獲許多國際烈酒競賽大獎 原價1980 現在飆到3000到5000元 台灣有格馬蘭跟歐馬 得貝士忌南投酒廠 其實在慢慢都在 世界上各地比賽 得了不少的金牌 也是非常好的 為台灣奔走發光的酒廠 很夯的台酒 還有這一款 黑金龍俗稱黑金剛 從最早民國69年開始出場 是金門高粱很瘦 歡迎的老酒 價格從一瓶四五百塊 現在要六萬五千元 漲幅超過百倍 可說是金門高粱中的傳奇 就是物以稀為貴 然後因為有年代的金門高粱 它的味道會非常的醇厚 所以深受大家喜歡 它的廠牌知名度高 第二個就是它量少 尤其是它已經絕版的 就是不再生產的 它自然價格就高了 年代久遠量少 彈莊的大取走 原本一公斤約兩三百元 現在一公斤要價一萬多元 價格漲了三十三倍 另外扁平的純年高粱 現在一瓶也要三千五百多元 收藏得懂門道走也有聲炸標 三零行虎客牆 邱小姐 太陽報道 太陽報道